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又回到大嶼山 跟大家聊聊 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讚好分享下去 現在我身處大澳 我今天不講食物 又不講文化歷史 講垃圾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大概兩年半之前 我就勸過大家去到郊野的時候 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但今天就講我們的家居垃圾 我們現在看到的身處 就是大澳垃圾收集的地點 以前我們在這裡 我們會看到這些垃圾桶 排好多個好多個在這裡 因為整個大澳三千人 和所有食肆 你知道我們有這麼多遊客 那些垃圾全部都在這裡收集的 但是今天呢 因為有這件 Transformer在這裡之後 我們只剩三四個桶 已經搞定了 是怎樣操作的呢 以前我們就是 排好桶在這裡之後 有一段時間 我們每天早上去收集 就發現很多老鼠 晚上很多很多老鼠 食環鼠已經很幫忙 晚上和我們先撿一轉 先把濕的貨運走 第二天早上再來 但是現在呢 有了這個垃圾收集器之後呢 我看到的方法已經聰明了很多了 當然他們好像晚上都來收一次 就把一些 可能在這裡的家居垃圾 有些濕的垃圾 先運走 但是呢 有了這個收集器之後呢 他們的工作就輕鬆了很多了 現在我們請站長出來示範一下 怎樣把垃圾壓縮進去好不好 這個壓縮器除了呢 那個容量大之餘呢 比起傳統的垃圾車呢 我看到的裝置 其中一個我最欣賞的就是 你看這個密封程度 應該一定不會流汁出街 站長剛剛告訴我呢 這個壓縮器呢 總共可以裝到七噸的垃圾 正如剛才看完站長的示範 是不是覺得 今天處理垃圾輕鬆很多呢 他在操作的過程裡面呢 開了一個蓋子 我才能感受到 其實垃圾還是很臭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以往我們排掉垃圾桶在這裏的時候 我這裏附近的居民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滋擾呢 但是有了這個神器之後呢 現在放進去 關掉蓋子 密封的程度呢 我站在這裏 是完全聞不到垃圾味 以前這裏呢 真的很多老鼠 我的居民經常跟我投訴 我整天都要和房署呢 一起去做一些滅屬的工作 自從有了這個壓縮器之後呢 居民說 這裏附近 基本上真的沒有老鼠出現了 我們再去看看 其他鄉郊的地方 在漁南 他們又用什麼裝置呢 我們在鄉郊呢 很多時候 垃圾一個很大的問題 傳統垃圾桶已經很大 但是呢 怎麼都是有很多時間呢 就不夠放的 你看 周圍都是垃圾 我們怎麼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看看一些 聰明一點的方法 好在呢 政府都要想一些聰明一點的方法 好似這個呢 太陽能廢物壓縮箱 還要是全自動的 你看 我都未走過去 有一個感應口 它呢 門就會打開了 那你就可以 放一些垃圾下去 當垃圾呢 去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壓縮器 就把它壓下去 它每一個箱 的容量呢 是大了很多倍的 但是當然 我勸大家 考慮放在這裏之前呢 都還要想想 垃圾分類 好像現在我這樣 垃圾分類完了 我們來看看第二個點 來到這裏呢 在大嶼南呢 我又看到另一個 一個智能的垃圾收集的地方 這個也是一樣呢 是自動感應開口 我們放一些垃圾下去 那你扔完垃圾之後 它風花物呢 又可以減少這個鼠患的 但我想跟大家說的點呢 就是在這裏了 監測非法棄置垃圾攝影範圍 我們發現呢 鄉間呢 有很多人呢 譬如滿了 又或者有些很大型的廢物 放在旁邊 那如果你是非法棄置呢 就會有錄影的了 尤其是 我們在不久的將來 看看立法會什麼時候立法呢 我們的固體廢物 徵費呢 你如果不是用它 它適當的袋子 它拿著 扔下去 又或者你在旁邊 隨隨便擺一件傢伙 那是犯法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大家亦都要開支習慣 扔垃圾的習慣 是要比較精準些 和要合法 今天我們在大嶼山的香膠 看到垃圾收集系統 已經是有一定的優化 但亦都我們可以反思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用一些 太陽能的壓縮系統呢 因為 一 如果我們再用電 又不環保 還有我們的垃圾量真的很大 我們作為 今天的人類 是不是應該要想多些 就是 應該要在源頭方面減費 做多些分類 等到分類之後 亦都可以把它循環再用 大家一起努力些 為了氣候變化 的緩減出一分力 喜歡這段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讚好 分享開去 訂閱我的頻道 還按這個鈴鐺 有新片就會提示大家 謝謝 訂閱你的頻道 按賞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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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